如图所示,波源的速度是4,在奔跑 观察者的速度也是4,在奔跑 波的传递数是20 请问你观察者看到的感受是什么 那我们就从一个公式下手 叫BでFλ 一个研究,一个一个研究 看看会变的是谁 可首先啊,波源速度是4 观察者速度也是4 那我就可以确定一件事了 他们两个没有相对运动 所以就没有都普勒 没有都普勒 什么叫没有都普勒效应 频率不会变的意思 频率看起来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刚刚研究的这个F是不会变的 好,可是有一个东西会变 什么东西会变 这个传递过来假设像升速是20 观察者因为你在奔跑 所以你看到的速度会有个错觉 人在奔跑20,你往前冲4 你会觉得相对接近只有16 答对了 你会以为看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只有16 也就是说你的感受会觉得变慢 你会觉得变慢 所以导致你有一个错觉 波长也会变小 这就是各位的感受 所以找频率不变 波长小 速度慢 频率不变 波长小 速度慢 选C 速度慢